个子高的纳美人 这个男生比较有得高完颜的危险 个子小的哈比人就比较安心了吗 为了将华纳筹拍的芯片 魔界前传哈比人历险记 留在纽西兰拍摄 纽西兰人竟然走上街头去游行 总理还宣布要修改法令 减税上千万美元 这样子的优厚条件来说服华纳 把哈比人留在纽西兰 为了留住两部哈比人电影 在纽西兰拍摄 纽西兰政府提议将提高华纳拍片 可享有的减税额度 和负担部分行销费用 此外纽西兰国会还将在28号 提议修法清楚接定临时工 和制片公司雇员之间的差别 以安抚人心 虽然有人质疑 这是牺牲纽西兰演员的个人利益 来换取让哈比人 根留纽西兰魔界中土 但为了继续让当地观光业 吸睛抢钱 不仅纽西兰总理 本人聋聊聊天 许多民众更在日前走上街头 表达中途之境 非纽西兰莫属的意见 魔界三部曲的热卖 和一幕幕宣传 纽西兰美景的置入性行销画面 曾经为纽西兰带来 至少30亿美元的观光收益 而原定在2012年上映的 魔界钱赚 在经历过经费不足 投资公司差点倒闭 导演数度换人 和演员工会抗议等等风波之后 能否顺利发挥 超级印钞机的功能 为纽西兰带来估计 15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全世界都在等着看 昨天新闻综合报道